嗨,大家好,我是W,欢迎收看电影随便聊 由19世纪英国女作家曾奥斯丁所创作 关于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家里面有五个女生 与众多男生追求者之间的爱情纠葛的故事 傲慢与偏见 出版于1813年,但到底有什么魅力 其受欢迎的程度在这200年之间 衍生无数各式各样的影视作品 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傲慢与偏见与僵尸与PC吧 傲慢与偏见,原书名叫第一印象 反映当时英国相生阶层的生活 并混了爱情故事与当时的社会现象 是曾奥斯丁最受欢迎的作品 并留下这句名言 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 方式有钱的当生汉都需要一位老婆 在1940年首次翻拍成电影 劳人士奥利威尔与格丽雅家训所直演 是黑白片,已经年代久远 之后BBC将其多次翻拍成电视剧 广播剧与影集 但其中以1995年的电视影集最为经典 也是最受欢迎的版本 故事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她对她有好感 她也喜欢她 但是因为她的高到态度反而造成 她对她有一点反感 她遇到她 她对她的风度偏偏有所好感 而她向她说了她的坏话 所以她对她的讨厌又增加了一点 后来她向她求婚 但是她不愿意 所以她转向跟别人女生结婚 她一开始就喜欢她 她也喜欢她 但是因为她的精职 她以为她不喜欢她 所以她就加大放弃她 她先见得知是她叫她放弃了 她对她的不满又增加一点 而当她对她求婚时 她的高好态度使得 她对她的反感达到最高点 并愤合拒绝她 后来她写了一封信给 她解释她的行为 并告诉她其实是幻化公子 而后几次遇见她时 她的态度转回平衡又好 使得她对她的看法有所好转 但这时候她得到消息 她竟然对她下手两人 失奔不知趣 向而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暗中协助她与她竞速澄清 而避免了一场丑闻 她后来得知是 她协助她脱离丑闻 对她的反感完全消除 然后她又促成她与她之间的好事 所以最后她也答应她的求婚 就这样的故事 有了快乐圆满的happy ending 故事男主角是 废弛威廉·达西的赫亚朗 因蒂克林佛斯 当初便是以饰演 男主角达西先生 而开始闻迷于世的 女主角是伊丽莎白班列特 由女星珍丽佛艾丽所饰演 伊丽莎白是班列特 家中五姐妹的老二 是公认最博学、最机智的 其中达西先生私生的场景 被选为英国电视时常 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 真是经典中的经典啊 让克林佛斯一直红到现在 也是他到现在还摆脱不了的过往 但说到伊丽莎白 现代年轻人反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2005年的版本 2005的傲慢与偏见 由其娜奈特利饰演伊丽莎白 马修·麦克菲登饰演 达西先生 而这是班列特家的五姐妹们 虽然电影的背景是设定在 18世纪末情节终于原著的故事 但剧情的节奏较为明快 表现方式也以现代年轻的主流 电影观众为主 所以受到年轻世代的欢迎 也算是相当成功的一个版本 也有相当多的同仁演身作品 像是2008年电视影集《迷失奥斯丁》 描写一位奥斯丁的小说迷 他与小说中的一一扎白互换角色 进入了傲慢与偏见的小说世界 另外还有具有异国特色的 2004年印度宝莱坞的版本 由美国与印度异国恋情所交织而成的 傲慢与偏见印度爱情歌舞片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着 今年年初商议改编至同名小说的 二稿电影《傲慢与偏见与僵尸》 应该达到一个扯的极限了吧 顾名思义就是把傲慢与偏见的原著故事 与近年来流行的僵尸风结合在一起 将故事背景设定在黑死病发生的时期 把爱情与婚姻都摆在一盘 大家都变成僵尸了 在一周中,死亡就开始升线了 这就不能够 在盼望人的血 现在,那几个人都离开了 只有一个方法 我们必须帮他们的战争 伴侶的五姐妹們也都變成了雛妖女小 如果你喜歡殭屍片又剛好喜歡傲慢語片見 這部片應該會是你的菜囉 如果談到傲慢語片見沒有提到BJ單身日記系列 那就真的又遜掉了 原本就更加獨立了 從2001的BJ單身日記 2004年BJ單身日記《男人禍水》到今年上映的BJ遊戲 雖然片名或電影中沒有提到傲慢語片見 但是卻有濃得花不開的傲慢語片見 已經成為經典的傲慢語片見現代版 裡面有飾演過達西先生的克林佛斯飾演達西先生 休克蘭飾演風流成性的丹尼爾瑞妮齊維格飾演BJ傻大姐一個 在前兩集中BJ如同傲慢語片見的小說裡 周旋在達西先生與威肯先生之間 在第二集結尾終於與達西先生訂婚 原本以為兩人會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但是作者忠誠人在第三集小說中 作者將達西先生致死引來大批粉絲的不滿 所以電影版就不依照小說的情節 另外發展成不同的故事 到底電影結局會是如何發展相當令人好奇 關於更多BJ遊戲的相關介紹可以參考我另外一部影片 其他當然還有很多傲慢與偏見相關的作品 這裡僅列出幾個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去找一找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紹 如果覺得不錯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如果喜歡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留言給我 就這樣囉 掰